來 接下來是我們老師講評頒獎的時間 來 小朋友拍拍手 評審 各位家長 各位老師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看到小朋友真的是很高興 因為他已經沒有接觸到這麼小的小朋友 對於這一次小朋友說故事比賽 老師覺得很大致上都很棒 其實看到你們那麼可愛 加上道具裝上去 真的是更有小朋友的天真跟活潑 老師可能要提出表現比較好的 跟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老師先講好的部分 老師覺得你們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有些故事內容很長 然後小朋友竟然可以把它記起來 而且那種流暢度跟語言表的能力很強 都能夠很流暢 那部分小朋友是因為可能太緊張了 前面也是講得很順 要在幼稚園來講 要能夠做到這個流暢度那麼流暢的話 實在是很不容易 再過來就是你們準備的道具我覺得也很棒 但是有一些小朋友沒有把道具用上 我覺得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你們可以多準備一些道具 然後可以在修故事的時候 把它拿出來用 好 再來過來就是 要注意的就是 小班的小朋友 他可能是麥克風拿得太近 他就這樣 剛好堵著你的嘴巴 然後那個聲音 語音就不會很清楚 然後你很好聽 本來你可以講得很好的喔 然後結果呢 因為你太近了 反而老師聽不太清楚你在講什麼 那這樣就很可惜了 那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比較不知道 不要太接近麥克風 好 那再過來呢 就是 小朋友太緊張了 所以講話呢 就速度就會很快 跟老師一樣 老師現在是好緊張 可是老師的速度比較慢一點 好 那速度太快了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速度放慢一點 然後好好的講 我覺得真的是你們實在是 可以進到小班 進到那個一年級的 就是小學的一年級的 這個機力真的是超強的 讓老師很佩服 好 再過來是 在你們的語調跟表情方面 我覺得小朋友上來的時候呢 他就站在這邊 然後就開始一直講一直講 有沒有說 各評審 然後慢慢的講說 老師還有什麼好 這樣子各位同學 各位小朋友好 就是跟你同班的同學問一下好 然後再開始講 那麼在講的時候呢 你不要速度不要太快 然後你要看評審 看老師 甚至看你的媽媽都可以 不要再站著一直講一直講 那這樣子呢 會比較怎麼樣 比較呆板一點 比較沒有 就是你們活潑的那種天真的 那個天心就被蓋過去了這樣子 好 再過來是 嗯 在表情方面呢 也應該 嗯 多削削 就是說 不要把板子一直捏 一直捏 這樣子 就可以 可以試一下 沒關係 有時候快一點 有時候評論一下 慢一點這樣子 好 再來呢 你們的語調呢 就是說 比如說換到 小紅帽講的話 跟大野狼講的話 那語調呢 是不一樣的 大野狼你就要用 你就把自己當成是大野狼 用大野狼的話 大野狼的聲音去講 然後你是小紅帽 就用小紅帽的聲音來講 如果你是那個 另外一個是什麼 奶奶 好 那你就用奶奶的語調去講 這樣子會比較有變化 那我們聽起來呢 就知道說 啊 你是呢 小紅帽 啊 你現在是大野狼 那我們就聽得很清楚 那就很吸引其他的小朋友 賺助力 好 加過來就是 感謝各位小朋友 感謝各位小朋友 那麼有勇氣 來這邊參加那個比賽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能夠 參加的話呢 實在是不簡單 有個小朋友會害怕 所以他都不敢說啊 那最後就是 自己呢 要給自己一個怎麼樣 一個鼓勵 好 那我們現在 給自己一個掌聲好不好 來 自己給自己一個鼓勵 那最後呢 感謝主辦單位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謝謝